台北市大安区建安里一名30多岁男性 15号出现全身酸痛及发烧症状 因身体状况持续不适 16号凌晨再次前往医院就医 经院方检验确诊 机关署18号公布 北市出现首例本土登革的病例 所以它有关确切的感染 感染源我们还在理清当中 这几天我们还会做基因定序 看它是属于跟国内有没有什么 新别跟哪一个地区流行比较相关 机关署指出该个案平时活动范围 以大安区的住宅跟工作为主 不过它在感染期间 曾在10号、11号 分别前往基隆庙口夜市 及新北九份地区移动 机关署将尽速厘清感染源 而北市卫生局18号 也紧急召开区籍应变中心 并针对个案居住地进行风险评估 并没稳密度调查及户外化学防治工作 目前国内已累计74例本土登革乐病例 由于高雄市50亿例最多 至于境外移入有314病例 为近10年同期最高 机关署表示一旦被病媒文叮咬 都有可能会被感染 而且都会去因人口更密集关系 容易提升疫情传播风险 呼吁民众不要掉以轻心 原时新闻胡顺 迪福伦安台北市采访报导